中午一班 晚... 晚餐五六點一班這樣 上班 好 我如果在作禪的時候都看 因為回來的時候都是差不多 除夕的前兩三天嘛 好 你看到這樣 邊有時候 我們那些街區都沒人坐 到過年的時候是都K1 客滿 你就覺得 哇 整個歡樂的氣氛又回來了 大家回來都光鮮亮麗 你聽到嗎 什麼人又回來 感覺上大家在那邊聊天 然後就說 你現在在那裡發展你做什麼 那個過年的氣氛特別好 你也會這樣嗎 有啊 幾點都會這樣 我們過年到氣氛到初級 過年氣氛我們家都是 如果錢輸了 切錢就要入餐了 我們過年過到十五年 我們初一到十五都 元宵節都還沒有 怎麼有過那麼久 沒事幹啊 沒事幹 那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因為我住 我們那個學校的旁邊就是眷村 那眷村都是外省小孩 學校念的都是本省小孩 那我因為是一半一半 所以我是住 單獨住在外面 我沒有住在眷村裡 但是跟眷村的朋友很要好 跟外面的朋友也很要好 這些朋友也沒有不能想 立即中間選 對不能選也沒有衝突 可是每年元宵節要打仗 打仗 要打仗 因為有砲很多鞭炮 那時候沖天砲放在瓶子裡 然後那個水淹洋在水裡面會跑 然後過元宵節的晚上 眷村的小孩一國 然後外面的那些台灣的小孩一國 兩邊一邊一國 他說你是這邊的 結果... 這麼早就有認同的失落 因為... 對,就這個問題 結果我後來就只好當裁判 站在床上面叫我砲打 因為砲都打到我身 因為站在中間嘛 所以一起寒灘爺就對了 對,等於被人家炸就對了 可是那個也沒有什麼... 一做公親啦 也沒有什麼爭仇大勝 就是好玩這樣 那你們現在到十幾號我們... 十五 你們大老二嗎,玩到十幾號 大老二是別人在玩的 所以就... 不會影響說雙方的關係 第二天又好好的 但是就是每年... 有些我以前小漢在兵 我們住在相談 我爸爸在做警察嘛 他有四季洋釣去 叫我在相談 到那個... 到這個元宵節時 就是... 山頂的跟山頂的 我沒有... 我沒有本性化性 我把白鋪和漢人 這樣兩邊在那裡太大了 那也是大了很厲害 都用那個沖天炮 所以那個時候 這個人的感覺 就是到這... 到這天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會稍微笑 看你是要對一國的 你要對一國的 就開始在那裡就打起來了